消失了半个月之后 在突然清晨敲响对方的门 如果他给了你一个熊抱 那就是经受住考验了 那我就自然而然就进入人家的家了 我就 我的老伴 给我一个突然的惊喜 真是高兴坏了 这半个月之中 我脑子里想的也是很多很多 是吧 很多很多 如果这老头要飞了 那我也是没办法的 我也不没办法 这三大步骤都用上了还飞 那就不是咱的 但是最后还是他主动来了 主动自投罗网 太好了 太好了 想办法 我也给他一个惊喜 那天他去教课去了 我就把屋里头收拾干净 摆上玫瑰花 摆上巧克力 摆上糖果 点上蜡烛 在镜头上贴了一个大红的细 好浪漫哦 贴完以后 灯的灭了 拉布点上 我就给他挂电话 我算计他已经下课了 我说你赶紧打车回来 家里有机室 因为没有这种想 没有这种情况 他打车撑着跑回来了 很快就回来了 回来进屋 就这种环境 他就傻了 蒙在那里 立柜打开 西服穿上 领带戴上 就正式先负 又一次受骗上当 我俩烛光晚会宴 正式开始 好浪漫哦 小冯老师你没注意到 前面的那个玉琴 他们是日久深情 后面那个玉琴 他们是一见钟情 他们都是真情 没错 真是真情 打婚 真情 上婚 打婚 这时候我心里 特别特别地 觉得有一种 就是受感动的感觉啊 我们俩都七十来岁了 一顿像年轻人那样 去过情人节 你还没看到那种情景呢 我们先到电影院 看那电影 我们在电影院里 看电影 进去的时候 电影已经开眼了 就是观众不是 看得很清楚了 只看电影了 等到电影一结束 灯光一闪 哇 满屋都是小鲜肉啊 哪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呀 高潮 此刻我真的 也非常的羡慕享受 叔叔阿姨 你们这样温暖的 幸福的 黄昏恋 黄昏情 但我也在想 我们生活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单身老人 他也渴望 能够有黄昏恋 我想到这些老人 你看 哪里有你们这样的幸福 他们你看 出门也把锁 进门一盏灯 此刻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们在看我们的节目 大胆地 勇敢地 跨出这一步 怕什么 年轻的人有恋爱 你们不可以 对吧 我们也照样可以 爱得更深 好 刚才 余老师是帮单身的 这个老年朋友 进行了一个呼唤 但是 你知道 还有一些朋友 他们也 黄昏恋了 也重新组成了家庭了 但是为什么过得没有 叔叔阿姨这么幸福 我觉得 我们还要取取经 我有两条杀手锏 哎呀 赶紧普及一下 要想赢得老头的芳心 能踏踏实实地 排除其他干扰 跟我好好过日子 首先一条 你得对他的子女好 哦 这太关键了 关键点 关键 对他的孩子好 对他的孩子的感情 要胜过对他 嗯 另外 这个老伴 在衣食住行上 你要倍加不爱他 不管是三大步骤 还是后面的两个杀手锏 真的能做到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其实我们很感谢 今天叔叔阿姨 虽然是在跟我们 讲他们的爱情故事 但仿佛是给我们 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这个课我们特别爱听 爱学 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 谢谢你们 来我们也把这个 玉成大哥 还有这个马大姐 再次请到我们的台上 来 有请 来 我是美女耶 25年白宫首席糕点师 不带美味来中国了 探探美女耶蛋糕 切片土奶酪 干干脆脆 健康美味 探探食品 保持头发 清爽无蟹 我只相信 青阳男士 控油 去蟹 这就是冠军表现 青阳男士 无蟹可击 因为今天我是在现场感受到了这样的幸福和温暖 所以心中原有的这样的一点劣奇好奇 此刻真的说实话荡然无成了 无论是老七少夫还是黄昏之恋 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 真诚相待 我们世人没有理由不给你们温暖的祝福 即便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闲言碎语 面对这一切 我建议你们记住一句话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为你们加油 我建议你们加油